BOOM! What's up YouTube? 歡迎大家回到Cookie講 又回到我們的YouTuber Top10時間 可是今天呢 我會把Top10就是拉成 Top11 就是前11名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就是 YouTube前11名的中國創作者 同樣我們在這裡會把 像芒果TV啊 騰訊頻道這些拉掉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一個渠道可以找到 真正的前11名 我就是透過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找到的訊息 然後再幫他們做一個排名 好 這些前11名的呢 就有7位是做美食相關類的節目 看來普羅大眾還是喜歡這個美食類別的 為什麼有前11名呢 因為我們的第11名是一位非常性感的小傢伙 我還是換回正常的扣音吧 OK 我們進入我們的第11名 第11名是Nami Sexy Cyber Woo 她有112萬的訂閱 Sexy Cyber呢 她是一個女YouTuber 是那種常常以很性感啊 華麗的那種造型出現在她的影片裡面 被認為呢 是最性感的女黑客 她是不是黑客我當然是不知道啦 不過這句話不是我寫的 是維基百科這樣子寫的啊 Nami的頻道主要是介紹科技啊 然後我相信當然是針對科技宅男 而且她全程是用英文喔 很多人會認為她是在美國還是英國那裡有留學 她其實是一個廣東佛山人 就是黃飛鴻的佛山 她從來沒有出國念過書 英語完全都是靠美劇還有在大學學的 看到這裡的很多吃瓜群眾一定會講 唉 小的比假的好 我不喜歡打假球啦 Nami自己承認過她自己有 只用1600cc啊 在她的胸部裡面 1600cc到底是多大啊 她說 我知道你們覺得她看起來很假 可是我就喜歡她看起來假假的感覺 胸大讓我覺得我很sexy 我為什麼要在乎別人的感受呢 And then the to see if you know which is more comfortable for you to wash your butt off 呃 No.10 漫時漫語 Amanda Taste 116萬的追蹤 漫時漫語呢 是每個星期三上影片 她是一個週更的頻道 生活在英國的Amanda呢 是一個很喜歡下廚的美食工作者 Amanda常說呢 興趣是她最好的老師 特別是她因為對廚房的真正的喜歡 希望把她的經驗啊 興趣啊還有心得和大家分享 Amanda的影片會在YouTube 跟YouTube同步發行 她也會更新一些小的郵寄啊 餐廳的點評 教大家怎樣子做家庭式的料理 沒有很華麗的剪接技巧啊 就是看起來很舒服 就像是你的鄰居在和你講怎樣做菜這樣子 她第一顆影片是2013年的5月 也就是講說她連續做了7年 真的是不容易啊 那時候是一發很濕 那時候有這麼肥的皮 那時候有比較少 那個牛排下來王 好可憐 好可憐 超假的 好完美啊 OK來到我們的第9名 李永樂老師 127萬 李永樂老師是全國奧林匹克他們省的第一名比賽 今天的開場發就是 各位同學大家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李永樂老師 上一回咱們講的細菌到底是怎麼回事 真的是西北老師 李永樂老師的影片風格真的很像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和你講課 很有補習版的感覺很中學啊 它最大特色就是後面有一張黑板 還有一支粉筆 這個頻道是一個真正的科普節目啊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多看 內容真的蠻不錯的 不過對我而言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沒有看字幕啊 那個口音那個兒化音對我來有點重啊 有時候會聽不懂 可能就是海外的華人可能就是比較大的一個問題了 下一回啊會給大家講幾種讓人談虎色變的病毒 比如說像埃博拉病毒啊 HIV病毒啊 西班牙流感病毒啊 訂閱我的頻道 就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更新信息了 OK來到我們的第八名 美食家王剛136萬訂閱 王剛四川人 今天我們會出現好幾個四川人啊 王剛的影片呢 主要是在餐廳裡面的廚房啊 教大家怎麼做菜 那背景的大部分也是在那個餐廳的廚房 它的畫面呢非常簡單 粗暴沒有大光圈沒有補光沒有什麼 就是教你怎樣做菜 據說在2017年還在珠海當廚師的王剛 有一天中午跟同事看到有一個叫喊菜歌的視頻啊 然後就開始踏上了那個美食自媒體之路 開始在西瓜視頻啊教人家講做菜 可是有網友講啦 王剛的影片啊 不是在教人家講做菜 是在教人家怎麼開店啊 一道蔥香濃郁的蔥爆牛肉就製作完成 下面開始蔥爆牛肉的技術總結 第一 牛肉最好選擇牛牛肉 這個部位的牛肉比較嫩 第二 牛牛肉不可切太薄 否則醃製的時候會變成碎渣 第七名 宇哥講電影 好 宇哥講電影是前11名裡面呢 唯一一個就是電影講解的頻道 他也是前11名呢 產量最多的YouTuber 已經有超過1000部作品了 電講述呢 是這兩三年流行的一種風格 也是用10分鐘左右來講述一部電影 不是古阿末那種3 5分鐘啊 他是很認真在講解電影 這幾年串起以來很多講電影的頻道 像芬芬妹啊 月哥都說電影大衝看電影啊 大家好 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宇哥介紹一部很勵志的高分電影 《都幸福來敲門》 這是一部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 可是這種講電影的頻道啊 產量很重要啊 如果你一個禮拜九一個影片啊 觀眾的黏著度就會低 所以它產量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不論你是在講電影還是講電視劇呢 你都要看完一部電視劇 看完了還要寫稿 寫稿完了還要配音 配音完之後還要剪接 真的是不容易啊 各位Youtube的粉絲們大家好 我是宇哥 這個開場白好像不太對啊 宇哥出品必是毒品 謝謝你們對我的厚愛 還幫我編了新的slogan 但希望你們今後能低調點 別害我去吃勞飯 這樣的話以後我可就給你們供不了貨了 來到我們的第六五 山藥視頻 這頻道真的很好玩啊 我真的覺得你很可以來看一下這個頻道 你可以假設你是唐朝宋朝的人啊 然後住在深山裡面 他們都在深山裡面教大家怎麼做菜 基本上就很古代的方式 有一種俠道武俠的感覺 有點像你可能在看金庸的銷唆 他們可以從抓魚啊怎麼生活啊怎麼調味啊 就是很特別的一種原始的美食節目 而且他們每個節目啊 每個影片都是三五分鐘 很緊湊啊 我覺得蠻好看的 好 OK來到第五名就是我們的小高姐頻道啦 小高姐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看的一個頻道 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油條 首先第一步這個是從冰箱裡取出來的冰牛奶 因為泡打粉跟小蘇打遇到熱的話 會分解釋放出二氧化碳 小高姐是西安人啊 現在應該是生活在加拿大 肯定是在北美啦 不過我也覺得應該是在加拿大 小高姐頻道一開始是教大家怎麼做北方菜 例如怎麼樣擀麵啊 怎麼樣做水餃啊 做牛肉麵啊 然後到後來呢 有教大家怎麼做麵包啊 怎麼做蛋糕 戚風蛋糕 非常適合在歐美的留學生啊 或者工作人啊 你看一下 你就知道怎麼樣來做菜了 其實我很喜歡小高姐的頻道 因為我在這邊學會了怎麼做蛋糕啊 怎麼做麵包啊 我之前IG上面發的 我第一次做麵包也是看到頻道學的 另外小高姐說過啦 她的所有的影片呢 都是自己操作的 自己拍啊 自己剪啊 其實你想一下 我覺得小高姐的年紀應該不小啦 雖然我不知道她幾歲 她們都可以一直長期的在那邊做 那那些每天喊著講說要做youtuber 可是沒有時間做的人呢 我覺得她們真的是一點理由都沒有啦 上氣之後呢 轉中火蒸15分鐘 蒸完之後呢 不要馬上接蓋子 等它這個蒸氣散盡之後呢 再開蓋兒 這個蒸好之後呢 你看到這個折子完全的保留在了這個包子的表面 而且它也不會軟飄飄的塌下來 所以呢如果你的一發到位 排氣徹底 然後亮出來一個小硬殼 最後再來蒸 只要你做到這幾點呢 失敗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這集就到這裡了 有收穫的朋友請你幫我點個贊 或者訂閱關注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大家 然後第四名啊 終於人到大部分的年輕人都知道 就勞高於小木 火星男孩呢 其實是一個俄羅斯的小朋友 現在已經22歲了 可能算是小朋友了 他是1996年出生的 他小的時候 他父母就發現他是個天才 他五歲就能抬頭 正常嬰兒到四個月大的時候才能抬起頭了 他五天就能抬起頭了 你剛才說的五歲 五歲嗎 能抬頭 我就想 他為什麼是個天才 五歲能抬頭就是天才 五歲之前一直就這樣 我就拼拼了小 五歲在幹嘛 這個五歲抬頭就知道的節目啊 這是所有的中國創作者 少數從YouTube迴回中國市場的 這種雜談類型 也因為老高呢 開始慢慢的在YouTube越來越受歡迎 可是這種影片啊 真的是很難有高產量 你單單要做功課啊 你就要做很久很久的內容 而且這影片呢 大部分還是需要自己剪的 剪接師也沒有辦法 會知道你在講什麼 所以老高跟小莫 真的是一個傳奇啊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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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3 電西小哥 電西小哥呢 現在在YouTube的訂閱是476萬 電西小哥的影片啊 大部分還是呈現雲南的美食啊 雲南的好吃的東西 我看了電西小哥的視頻 你才知道原來雲南是這麼神奇的一個地方 這裡咧 真的很溫暖啊 它和馬來西亞不一樣 不是熱的呢 它是溫暖 而且這裡的食材啊 真的很多 最重要呢 這裡還有五十幾個少數民族 你想一下這五十幾個少數民族 飲食文化跟傳統 哇 我看了之後都想去雲南啊 我覺得電西小哥的影片呢 給我一個很大的感觸 就是如果真的很想要推廣一個地方 就像你想要推廣你自己老家的話 真的 在你老家來做影片其實還是可以的 來到第二名 辦公室小野 辦公室小野是一個四傳人啦 辦公室小野現在的YouTube訂閱有870萬 他最近四個月的影片呢 都是用英文標題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可能就是想要更貼近英文市場 I don't know 辦公室小野其實改變了很多YouTube的型態 他讓華人群知道其實不需要語言呢 你也可以拍出很好看的影片 很高觀看的影片 雖然我們以前都知道啦 可是第一個主要讓外國人都喜歡的 是辦公室小野 去年8月的時候 有兩位中國少女 因為模仿辦公室小野的影片呢 然後不小心爆炸 造成一死一重傷 辦公室小野在之後做出了道歉 賠償還有停更啊 他停了一個月之後才開始更新他的影片 我其實真的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辦公室小野要做出這個道歉 如果你們知道的網友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一下 最近幾個月辦公室小野的影片呢 都是用直的方式 不是用以前傳統的橫的方式 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但我相信他們可能在做一個新的嘗試 另外有一個小故事 辦公室小野的影片呢 他爆紅的影片 是在辦公室用熱水器煮火鍋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爆紅之後呢 很多人都在罵他 連他的父母都覺得他是不對的 他一度還是想要刪掉影片 最後呢是喊老闆告訴他 你想要和其他美食節目要按部就班來做影片 還是想用創意的方式來做 我覺得這句話呢其實是蠻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在這個YouTube的市場走出一條路呢 真的是不能用和大家一樣的創意 是現在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No.1 李子柒 現在唯一一個突破一千萬訂閱的中文YouTuber 在講這個頻道的時候 語速要放慢 因為這個頻道呢真的是要慢 我們要到達到的 總共這次的影片 就是阿董 阿董 弟子柒 作者 他是一個禮拜一個影片的創作者 這完全不符合現在YouTube的算法 李志祺他是一个擅长把中国美食 还有中国文化做结合的 他就是一个把农村的生活 然后剪进影片里面 他的影片其实有些很容易拍 有些很难拍 举个例子吧 他为了拍一个文房四宝的影片 用了9个月来学习 我觉得还是要看拍什么内容吧 你如果是做一些食物 就是家里有现成的食材的 可能当时就采摘 然后做饭 就这样一个流程 但是像拍一些手工类的 类似于文房四宝 木火自营刷束这些 就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像木火自营刷束 我是可能学了前后 大概有小半年的样子 其实说真的 看李志祺的影片就是疗愈 他的影片就是三个字 美 美 真的很美 就看到奶奶跟孙女在山里面生活的感觉 很美 真的很美 我觉得我说太多废话了 让大家来看一下李志祺的影片吧 享受她的仙气 好 節目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看這些創作者好像賺了很多 可是其實他們都是很辛苦走過來 而且他們在做的事情是他們擅長的部分 有沒有想到那些美食家做的都是他們擅長的部分 老高的內容我覺得大家都講過很多次 就是他其實在拍影片之前 何曉默講的故事講了三年 他影片的內容是他擅長的講故事 大家記得如果現在是一個新的創作者 或者說你想要進入YouTube這個行業的話 做自己興趣跟做自己擅長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最近有一些觀眾就私訊我說 要怎麼做他們的YouTube頻道 請我幫他們看下他們YouTube的東西 我覺得我最近會開始重啟一個系列 就是YouTuber的系列 可能一個月會有一兩支影片 到底會怎麼做我還不知道 不過我已經開始在寫稿了 嗯 西歐哲讓我很多時間在寫稿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為止了 喜歡的話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因為下一個影片是每個禮拜一三五 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